如果是关注了五动乾坤动画的朋友们 应该发现的最近官方啊 是在疯狂发布新PV 按照小说的剧情进度 这一季度动画啊 咱们的男主角灵动 将会到大红谷碑里边去 那到时候真是少不了各种遇险啊 装叉啦 奇遇啊什么的 咱们看宣传PV呢 也是给咱们公开了各种场景 从经验来看啊 官方疯狂发PV 那必然又有这动画正片要来了 不过一方面期待第三季 另一方面有几个问题 咱们还是得担忧一下的 目前啊 坊间里有传闻 说这动画将会在五一上映 之前官方意外泄露了定档五一的消息 而且新陈变这一季 差不多到五一就完结了 武动乾坤刚好接档 但是呢 官方一时没宣布定档 拒绝啥时间上映 咱们还是没办法确定 我现在啊 还有点担心 会不会出现变动啥的 希望是我起人忧天吧 哎 你说这官方啊 也是会抓人 看这新公开的场景PV们 那一个个老精致了 真的等不及想看新动画 动画第三季的制作方 和前面两个季度 也就是第一到二十四季不一样 这一季啊 换成了大成印象 他们家 虽然是一家 成立超过十年的老厂商 但是呢 之前基本上 是没有怎么做过动画的 大都啊 在参与游戏CG的制作 主要是一些个手游啊 端游啊 宣传啊 官方CG啥的 我看啊 目前已有的这些场景CG 看来还是蛮爽的 但是呢 对到时候人脸建模啥的 我还是有些担忧 倒不是担心 他们做出来不好看啊 那毕竟这么多年技术积累了 主流的审美啥的 他们也拿捏住了 最担心的啊 还是这画风切换的问题 毕竟动画前两季是换为座的 其实主要角色的脸蛋都定型了 但是啊 看大成印象 倒鼓出了新皮细微 别的角色不知道 最起码 这灵路的建模 和前面好像有点差别 这会越变越好看 当然是好的 要是变丑了 老粉丝们肯定是不买账的 说到这里啊 我外吐槽一句 之前两个季度里 我很喜欢男主他妹妹的建模 感觉很可爱 但是啊 对女主的建模 没有特别喜欢 脸蛋感觉有点太尖了 当然 仅代表我的个人审美啊 倒是很希望 第三季 能够把优秀的地方加强 然后呢 把不那么完美的地方 多多完胜一下才好 最后呢 我跟人还是有些担忧 舞动将来的发展 那豆婆已经确定要出连番了 这舞动 原作小说也不少啊 将来会怎么安排呢 还是这样 一两年成一个季度 和导演逼命长吗 还是说 有连番的打算呢 我估计啊 官方可能也会根据 后续动画的人气 再做决定 而这除了我们的支持 也考验制作主的水平 总之啊 希望一切顺利 啥事都好啊